10月7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说 10月1日 他们一家三口 驾驶理想新能源车 前往四川甘孜 康定市新都桥镇 居立寺压口旅游 当天下午6点 他们在居立寺压口 看日照金山 突然遭遇狂风暴雨 还下起冰雹 夫妻俩连忙带着孩子 想上车暂闭 却解不开锁 无法打开车门 这么多人打不开一个车门 所有的方法都是过来 拗也拗不开 一名女子拍摄视频说 女子表示 他们想用手机M解锁 但手机没有信号 他们又没有带机械钥匙 打不开车门 联系理想售后 找400救援也没据 当时那个地方没有遮雨的 我但凡挪一步都没有手机信号 就这样淋着冰雹操作 怎么也打不开 那压口是四千多米的海拔 又下冰雹 天也快黑了 我全身湿透 眼看着不行 又打理想400电话 要求救援 对方拒绝我了 原因是打不开锁 我在救援范围内 女子抱一说 晚半无奈之下 夫妻俩只能砸开车窗玻璃自救 我们下车窗玻璃自救 好呀 不干呢 不干了 我看着狗角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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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威胁了 超级十五十 你可不可以 可以 你会 motions 你会 买 嗯,怕死我了 都看看啊 这房子还70年 深圳冬关第一批房子 这大概最多40年的房子 都变成这了 这位的侠区 说是70年 这住着都很危险呀 那毛都要塌 住着路放着农厂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四川省南充市信访局干部王荣华 我现在在外地实名举报 现任南充市退役军事务局局长 王林在担任南充市信访局长期间 为收买拉拢举报人 故意将公款30.9万元借给职工治病 然后安排职工去阻止举报他的人 去游说举报他的人 撤回举报局长的内容 我没有按照王林的意图去做 王林就勾结本地的司法人员 把他滥用职权批处公款这个行为 诬陷我敲诈政府 现在我已经把所有弄虚作假的证据 交给了四川公检法的相应的机关 也交给了中央各大机关 请全国网友予以监督 我现在异地举报 我会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 谢谢大家 大陆千万粉丝网红东北雨姐 一个月内接连翻车 即盘紧到田县被指摆拍造假后 红薯粉条射假宣传 殴打打假博主先后登上热搜 引发热议 近日有多名网友 前往东北雨姐的拍摄基地实地探访 发现门窗紧锁 人去防空 10月8日 东北雨姐删除了道歉视频的话题 冲上热搜 引发网民热议 据肖乡晨报 红星新闻报道 东北雨姐删除了 七个人主页上的盗窃视频 仅保留一部分为 东北雨姐2024年9月30日的声明 在整个十一假期 东北雨姐的账号未更新任何视频 报道称 网友们显然对于 东北雨姐的这份检测报告并不认同 报告并未检测出 相关红薯粉条的成分 网友们认为 这份报告回避了消费者 最关心的问题 做了一些无关的检测项目 多名网友在十一长假期间 前往东北雨姐位于辽宁本西的拍摄基地 实地探访 发现门窗紧锁 人去防空 视频中常见的大锅里 甚至发现了污秽物 据南方都市报消息 10月8日 东北雨姐达人客服表示 没有跑路 家里总有人来打扰 雨姐搬出来住了 不更新视频是因为他在加班加点处理售后 至于更换账号的真实性 该客服仅称不清楚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